了解 分析的功能 人类天生就有判别善恶的能力 对一切事物 均有了解和分析的功能 幸好 我们有这种功能 人类才可以活至今时今日 若果人类没有了这种功能时 便会失去人的本性 与禽兽加速无二 当我们面对某一件事时 都会自动地去了解其内在的因素 再分析它表现出来的善与恶 然后才会采取行动的 比如说 人类爱吃食物 通过分析和了解后 你便明白到 没有一样东西 是永远在口中保持美味的 你一定要吞下它 当你把食物吞下时 什么美味都失去了 吃得多了 吃得多了 不单止无法吸收 而且会生起病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 吃东西就等于是吃药物 为了要治疗这个有病的身体 所以才吃食物 当我们了解到 一切现象是无常的 注定是要痛苦的 并且缺乏实在性的 我们就能确信真实的快乐 是不能从拥有物质成就中获得 要寻求真正的快乐 唯有透过精神的提升和开展 这功能一定虽经过蝎定收集 但一定要以无私的慈悲心为动力 方能达到心智圆满启发 教一般充满世间知识者不同 因为知识是有局限性 并会不停变化 但本性至光是行古长传 非凡愚者可策 拍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